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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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力带来了 来 来 来 请年子 请年子 里边请坐啊 里边请坐 请坐 请坐 里边请坐 老夫 这位小小 说老夫眼神 您是年旷的客人 不是女同的客人 我 你方的 你方的 那 您请提 什么 夫妇结婚 你以为我干什么呢 您别误会啊 今天这杨妇两府联姻呢 在上海滩上可以算是一件大事啊 就是一份大事 我才老远从东北改 什么 你想让我进去 不不不 不过 这是哪个话 我是怕那些个别三来捣蛋 我们坐下来 那不得不小心一点 您都包含 都包含 不请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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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 他是 你 四 debris 他 没有 就 有 有 有 它 哎呀 吴大爷 哎呀 吓了 神探 您可来了 我们老爷叮咛好几次了 您要再不来 我就要派车去接您去了 用不着他用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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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 谢谢 谢谢 快请老爷 快请老爷 我只不过是个证换人 用不着用不着 大人家 我们老爷关照过好几次了 您要一来的话 马上通知他 他亲自来接您 好好好 我进去了 夏爷 夏爷 哎呀 夏大侦探 那人倒满随和的 黄小姐 这个接过眼上 您来干什么呀 不立为结婚 难道我不能拦住 黄小姐 您是来闹事的 把不理为叫出来 我有话跟她说 对不起啊 黄小姐 她现在忙得很哪 忙得很 以前她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也没听说她忙过 现在跟杨小姐结婚就忙了是不是 她是不是取人家的钱呢 要钱 我也有钱 你瞧瞧这不是钱是什么 幸福的想要把我 想要把我甩掉 没这么容易 把她叫出来 黄小姐 您这是干什么嘛 来来来 来来 您 您 老虎 把她叫出来 她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要她好看 今儿有事 明天再说吧 明儿个就太晚了 黄小姐 已经何必那么固执了 您 您跟我们少爷的事情 不是已经完了吗 完了 没完没了 把她给我叫出来 不理为 你出来 不理为 别叫 别叫 我的姑奶奶 我去给您请请看好不好 真心 真心 想想 小姐 何必生气呢 来来来来 吃点糖吃点 消消气小姐 小姐 真心 此格 我凄你们 请坐 请坐 大家9 Da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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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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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穿这件礼服好漂亮 小姐 你怎么了 我只是在看我穿礼服的样子 好看不好看 当然好看喽 自己看 看看嘛 好漂亮啊 要是你喜欢 等你结婚的时候 我就把这礼服送给你 小姐 你怎么会想到 要把礼服送给我呢 你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 可是 就这么说定了 只要是我结婚用的东西 你喜欢的 都可以拿去 小姐 你是不是 又在想她 她 她都已经死了 你就把她给忘了吗 小姐 小姐 小梅 今天是我大喜日子 不要讲这些小气话 你看 我不是很高兴吗 快 把我整理好 小姐 坐一会儿吧 小姐 坐一会儿吧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在婚礼上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你这样一进来 不是都破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等不及了 哇 好漂亮啊 是衣服漂亮吗 不不不 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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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那集 找茅房 没找到 找茅房啊 往前走 到 到头啊 往那边一拐就到了 好 谢谢啊 有点害怕 哎 哎 说谈话 我还有点害怕 哦 没 没关系 有我在不要害怕吧 啊 小梅 嗯 一 一切慢慢准备 慢慢来啊 啊 好 哎呀 黄厘山来了 她还没走啊 哎呀 你不去见她了 怎么会走啊 少爷呢 我怕她闹事 您赶紧去敷衍一下嘛 哎呀 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老虎 来 来 把她带到后花园 不要让别人看去 我马上来 好 好 快点快点 什么事 嗯 没有事 我在礼堂上等你啊 好 哎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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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山姐 幸福了 我告诉你 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我今天绝饶不了你 这件事情要抖出来 大家都不要揍人 雨山姐 快点 快点 这是干什么 你 雨山姐 我求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给我站起来 跟你说过多少次 不要在别人面前吓过你 怎么那么没出息 雨山姐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你给我站起来 你给我站起来 这个婚姻 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爹的意思 是我爹的意思 那你自己呢 我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不敢 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出息 你没有把我们的事情 跟你爹说 不敢 不敢 你就忍心伤害你 雨山姐 那天晚上我跟爹谈了很久 爹告诉我 我们家是一个空客子 所以他要跟杨家联姻 因为 因为杨家在上海 是爆发户 家里很有钱 杨家也想拍一门 书香 门第的亲 亲戚 他们俩就这样一拍就合了 雨山姐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爹有困难 难道我不管吗 你 你要钱 我可以给你 雨山姐 你那点钱不够 就心甘情愿地要杨小姐 你爱她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这么这么没有出息 除了读书 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雨山姐 你不要骂我好不好 我可以骂你 我可以骂你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可以骂你 雨山姐 你让我太失望了 雨山姐 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 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 我们有很深厚的感情 不 filme 给大家看 雨山姐 谢谢你 没有听听 我して 我喜欢的就是有这点 你年轻 善良 运功读书 你有很好的前途 你忘了 那次我们到西湖去玩 我们也编织过 好美好美的梦 我专家你读书 结了婚 我供你出国留学 你还说你要带我一块去 没有我你念不下去 你要念个硕士甚至博士回来 可是现在 雨晨姐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誓言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这篇情事 雨晨姐 不要逼我好不好 我逼你 你们都在逼我 我爹要我娶杨家的小姐 你要我放弃 我究竟听谁 我究竟听谁 你不希望跟我在一起 我当然希望跟你在一起 只有跟你在一起 我才有安全感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走 我们走到哪儿去啊 天涯海角 都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 我有钱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过我们自己愿意过的生活 这 现在就走了 雨晨姐 不行啊 这结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维 你到底需要我还是要杨小姐 我 李维 你是哪里来的爷女人 你竟然要勾引我的儿子 爹 你不能对雨晨姐 你别这样讲话 不要讲话 老胡 把她给我轰出去 好 好 我要见 伯父 为了杨家的财产 你就把李维的一身幸福都断送 你算是为人之父吗 你 你什么 你居然敢骂我 把她轰出去 你不能这样对雨晨姐吗 什么雨晨姐 雨晨姐的 告诉你 从现在起 你们两个人一刀两断 就凭你个小巫女 居然想揍我们傅家的媳妇 你做梦 走 放手 你不用推我 我自己会走 赶快走 王雨晨没有那么好气骨 这个婚礼想要完成 也没有那么容易 雨晨姐 回来 回来 走 走 到这时候 你居然丢我的脸 你想把我气死 爹 什么 你 走 走 走 行男行娘 相对一只骨 向左向右转 行男行娘 向真会人一只骨 新郎新娘向主婚人一举沟 主婚人退 新郎新娘向后转 向来宾一举国近日动访 主婚人 主婚人 谢谢您发求 你发送大夫的心聚 谢谢您 哎 起床了 起床了 哎呀哎呀哎呀 不要把窗帘打开啊 哎呀 哎呀 你甭想偷懒哪 起床了你 哎哎哎哎 小李马上就来 给你送早点来了 快起来 快起来 哎呀 我的疼啊 哎呀 我疼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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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起来 我起来 哎呀 哎 我看你啊 是不是昨晚上喝喜酒 喝多了是不是啊 哎 看你这三整半夜的 喝得醉熏熏的跑过来 吵得我都叫都没有睡好 哎呀 哎 你啊 哎 哎 这叫做自作自受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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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华客呢 叫他拿 拿一颗接酒药给我的 他呀 交女朋友去了 哎呀 什么呀 大清老早 交什么女朋友 哎呦 这华客可是你的助手啊 你怎么连他的事一点都不知道啊 啊 我的大侦探哪 哎 他现在啊 交的这个女朋友啊 是个什么运动选手啊 哎 他每天早晚都要陪着他去 练跑步 哎 哎哎哎哎 哎哎 对哎哎哎 哎哎 小历生哥 哎 我今天可要跟你越法三章啊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哎 你你别拉好吧 我的头啊实在疼得要练了 哎 哎 哎哎 我现在可是跟你说正经话啊 哎 我可告诉你 哎 打今儿个起 你每天要在十点钟以前给我回来 如果不回来的话 那你就在外头过也好了 哎呦 那假如我不同意呢 嗯 半家 哎哎 哎哎 哎呦 拜拜拜 你轻点轻点轻点 行不行 哎呦 哎呦 哎 哎 哎 怎么搞的 每次需要华客的时候 他老是不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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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 你可起来呀 你肯定跟我讲 你昨天参加婚礼的情形 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你不知道啊 这件婚事 在上海轰盾得不得了 等我知道以后 去告诉我同学 他们一定羡慕死了呀 哎 哎哎哎 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呀 哎哎哎哎呀 这轻轻点 轻点行不行 我的头啊 你头痛啊 妈 妈 这些这头 头痛啊 他这头痛药呢 头 头痛药 在我的床头上嘛 对了 只能给他吃一颗啊 对了 这个大侦探的 这个药钱呢 那就在你交房间的时候 一块儿交好了啊 好好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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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啊 哎呦 对不起啊 瞧瞧你 瞧瞧啊 你们这些单身汉子 您看看把这个房间搞得啊 真是又脏又臭 要个没有我们女人哪 我看你们根本就活不下去哦 你敲什么门吧 小丽啊 你进来就是了嘛 你你你找谁啊 副兄啊 立委 怎么 夏兄 看那样子 你的气色不大好啊 不是 我昨天晚上啊 多摊了几杯酒 不要紧吧 还好 怎么 不陪着新娘子 准备到哪儿去度蜜月啊 我们去不成了 这 这 夏兄啊 我想有点事情 想请你帮帮忙 这 让吧 老姐你到楼顶上看看 我那衣服干了没有 我等着要穿 哎呀 要赶我走就明说好了 何必要借故呢 行 来来 坐坐坐 妈 坐下来 好了好了 给他摆在桌子上摆在桌子上 夏兄姐 这个药很好啊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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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啰嗦了 走吧 妈 谢谢啊 什么事儿啊 好像很紧张似的 这 不瞒你说 这个秦宁失踪了 你 娘子失踪了 你 娘子失踪了 你 娘子失踪了 你 怎么失踪的 怎么失踪的 姐 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过来睡觉的时候 她突然间说她头疼 向她后花园去转一转 又不要我赔 她就穿着新娘礼服不见了 心灵这样一走 姑妈不问回来 当时有没有人看见呢 我家那老胡 她半夜起来上厕所 她说她听见有两个女人 在后门口在那儿争吵 她以为是下人 可是现在她跟我说 她想想啊 就是秦林跟一个叫 黄玉山那个小姐 她们 爹 玉山姐不过做这种事儿了 还说什么呢 站一边去 那 那个黄玉山是谁啊 黄玉山就是那个小舞女 要勾引我的儿子 幸亏我发觉嫂阻止她 家丑不可外扬 我不管怎么说 我这身份地位 这种事情传出去 我就没办法做人了 所以我老着脸皮 来请你暗中来调查这件事情 没报警吗 已经报警了 还好 这个郝探长也是我的老朋友 他答应我三天之内 不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 他现在正在秦林搜查证 要去搜查那黄玉山她的住处 那么你是不是怀疑 是他绑走了新娘啊 哎呀 吓兄啊 那个黄玉山她口口声声地说 一定要破坏这个婚事 那不是她还会是谁呢 爹 玉山姐她不会做这种事 大大师叔 哎哟哎哟 哎哟 父兄啊 对不起 我这个头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你是大侦探 无论我请你想办法帮帮忙 你要如果跟那好探长合作 很快的能够救出秦林来的话 要不然他们杨家要跟我要人 那我就是跳楼 我 我也找不到人呢 杨家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吗 小梅倒是跟我说 他三天之内 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 小梅是谁啊 小梅就是秦林的贴身丫头 我 我这个 夏兄 无论如何 你要帮帮忙啊 好吧 不过我 谢谢你 大侦探 我真是谢谢你 谢谢你 是是 好大侦探啊 是 我立身啊 我 你拜他轻点好不好 我那个 我那个头啊 你看是谁啊 我干嘛 你走啊 好大侦探 每个小道路都很难闭 你不能忍犯 我想到了 暴露 我看漫青 快跑 回来 你跑步的姿势很优美 回来 你跑那么久了累不累 你休息一下 回来 回来 你等 换下去 你准备离开上海 到哪儿去 我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王爷姐 你这样说话的态度 会给你惹来很多的麻烦 不必探长操心 你出去看看 是 你还没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案子 你们要搜查些什么 有一位傅立伟先生 你该认识 不认识 那杨秦玲呢 不要提他 杨秦玲失踪了 你知道吗 傅立伟 失踪 在新婚之夜失踪了 在新婚之夜失踪了 这不可能吗 昨天晚上 不还可能 你跟他见过面 为什么 探长 你招招逼人呢 你是在怀疑我 你带人到我这儿来 你是认为杨秦玲在我这儿 你认为是我绑架了他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我说过我不认识他 杨秦玲 我不希望你给自己惹麻烦 如果你不肯说 那我就只有带你到局子里去 你 你涉嫌罪重 你知道吗 你跟傅立伟的关系 我调下的一清二楚 所以你该去大闹夫妇 口口声声威胁他们 要破口他们的婚姓 你也不会否认你 你只是一句气话 哼 你说得倒好 气话 有的时候会变成真话 那你要我怎么样 老胡说 他昨天晚上看见你跟杨小姐在后门口争执 还有这回事 你跟杨小姐是最后见面的一个人 你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 我的确是很气愿 冰河和我相恋的男人 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台长 如果是你 你作何干涉 好像你是探长在问我了 我现在要知道 你跟杨小姐见了面之后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来 黄爷姐 麻烦你给我倒杯农场好了 哎呀 我还以为你赶白了呢 哎呀 我头疼得实在厉害 哎呀 探长 这次又要看你的了 哼 哪次不看我的 嗯 黄爷姐 浓茶 我去烧水 好 让我这人去好了 黄爷姐 继续说吧 实在不甘心 就在他们家后门口拍婚 我只希望 能够见到丽维最后一名 我吃你 丽维 丽维 是你吗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很认识你 杨秦玲 李维的新婚妻子 你要做什么 你就给你老爹那几个臭钱 就想买到你的爱情 你的婚姻 告诉我 李维爱的是我 他是不得已才跟你结的婚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很漂亮 哼 李维爱谁 我不管哪 哟 你倒挺大方的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一下 洞房花烛夜 你要到哪儿去 让开 该不是你欺骗了李维 你现在后悔了 想逃婚 想逃婚 我没有 没有 我求求你 让开好不好 我虽然很气愤李维跟你结婚 可是现在你们既然已经结了婚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待她 不要欺负她 不要欺负她 要不然 我绝不会饶了你 我没有欺负她 让开 你 你放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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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有机会 我会向你解释的 这个愿意你 请你先帮我保留一下 对不起 我知道 半夜三更了 她一个人为什么要出来 尤其还有个男人拿着枪在等她 我知道昨天晚上的情形看来 她是自怨的 一定是她欺骗李维 谢谢啊 李维呢 他人在哪 花小姐 你不觉得奇怪吗 杨小姐自己失踪了 还要你替她把手秘 你说她如果是真话 不 你说的如果是真话 我跟她说她是谁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傅作年可真是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杨家替他要人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他为什么要欺骗傅家 还不是想图傅家的声望 杨清凌只不过是个爆发户的一样 他们杨家想借傅家 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骗婚 这样不但是功辉一篑 反而还要落一个骗婚的罪名 像他们这种人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好 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 谁要能把杨清凌找回来 真相就可以大白了 到哪儿去找 到哪儿去找 对啊 上海这么大 要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 根据我的判断 他们不会走远 可能就在附近 他们 那你是说除了杨小姐之外 另外还有人吗 探探 你想想看 这个新娘子 假如不跟别人在一起 她到现在会不回家吗 而且根据黄小姐说 昨天晚上她好像匆匆忙忙出门 要是到什么地方去 或者是想去见什么人 什么人 嗯 嗯 也许是这个 那个绑架者 或许是这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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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头疼得厉害 我哎呦 我是想不出来 哎呦 哎呦 没事呢 如果真是绑架者 那杨小姐敢出去吗 我看你是头疼得糊涂了吧 哎呦 快去接 喂 你的电话 嗯 喂 我是探长 什么 好 你们先被 陈日复去打牢 我马上就来 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在催里有过 发现了杨小姐的脸 都跟鞋子 什么人见无杀啊 黄安晴 希望你不要离开上海 我随时会来找你的 黄安晴 呃 有件事我想请问你 你昨天晚上在富江后门口 除了看见那个拿枪的 跟杨小姐之外 还有没有看见过别人 我没有注意 这茶泡的好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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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对对对 这确实是我媳妇穿的礼服 这是上海最有名的弘扬西服店做的 不错的 父兄 你先不要急 我已经派千水夫子打牢 很快就会有消息 你是说打牢尸体 你要做最坏的打牢尸体 这可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我一直到现在 我还瞒着他的父母 我一直没跟他们讲 父兄 一开始我就让你不要瞒着他 只是包不住火的 我看明天 各报一定会开到这个消息 什么 探长 你是说要发布新闻哪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瞒不住人了 探长 无论如何你才延迟几天 一定要找到我媳妇的消息再说吗 这个 探长 这个狐狸他捞什么 是不是捞尸体啊 这个尸体是谁啊 是自杀还是谋杀 无可分开 哎呀 何必瞒着我呢 探长 你只要告诉我 明天我们这个报就是头条新闻 无可奉告 哎 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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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大阵探 你也在这儿啊 还有这个好探长跟这个下大阵探 合办一件案子一定是最大的案子 是不是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 我是看呢 今天天气好嘛 出来散散步晒晒太阳 这 这个时候晒太阳散步啊 只要对身体有好处 这任何时间都可以啊 我看啊 你们一定是瞒着我啊 这个案子一定是大案子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可以在这儿等 反正我也没事 哎 你 你走是不走 哎 你不走 我揍你了 你是上海市的名人这个副作联 对不对 你 你走不走 你不走 我揍你啊 哎呀 你看探长在这儿 你不敢揍我 你 你不信是吧 你试试看 哎呀 好好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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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探长 我下午到局子里去 千万别瞒着我 哎 探长 探长 来 赶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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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都快急风了 她还在穷搅活 这这这 你赶不走她的 她是有名的包打去 等一会儿我会偷偷地溜回来 哎 这这 这 哎 夏兄 你看看这个 阶长 有什么发现 这个戒指 结婚戒指 对对 白张纸条 这是我媳妇的戒指 半夜三更后门口戒 黄 这不是黄小姐 对我杨小姐的字条吗 何以见得呢 上面署名姓黄 那除了黄小姐还会有谁呢 对 他拿这个字条 骗杨小姐到后门口 然后绑架了她 为了是破他们的婚线 这是太狠毒了 我差点被他们骗过去 谭长 我看 这一定是这个坏女人 谋害了我的媳妇 我跟她拼命 附训 等潜水夫上来再说 可是 这什么 班长 把那纸条再给我看看 报告 报告探查 有什么发现 捞了半天 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奇怪 没有尸体 笔笔 怎么会在这发现的呢 也许是湖面太大 他们捞得不够仔细啊 尸体不是个小东西 如果有一定会发现的 这这 好 辛苦你了 来 来 我媳妇到哪儿去了 我媳妇到哪儿去了 这这这到点儿去怎么办呢 这个这 可能还活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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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她还活着 不错 一定还活着 嗯 毕生 你有什么发现 这是什么 嗯 账单 账单 对对 餐点费 住宿费 这是旅馆的账单 这 这有什么用 嗯 至少是一条线索 嗯 嗯 什么线索 嗯 嗯 黄小姐在舞厅里办 也许随手拿了一个 陪客人的账单 哎 这倒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哦 你现在还怀疑 那黄小姐绑架了杨小姐 嗯 八九不离十 嗯 嗯 对 一定是这坏女人 谋害了我的媳妇 对对对 咱们赶紧抓住她去 那这个礼服呢 这 哎呀 我上当了 这上当了 啊 什么礼服大 黄小姐绑就是拿这个礼服 做了声东击西的方式 趁我们到这儿来 快进去溜掉了 对对对 我们快去抓人哪 走 走 走走走 李师傅 这次我要是把杨小姐找回来 你可就笑不出来了 果然是那个坏女人 帮走了我的媳妇 这 探长 无论如何想办法把那坏女人抓到 要不然我的媳妇就完了 通知总局 全面通计黄雨晨 把她这照片带去 算 你这儿在这儿等谁呀 黑夜半夜的 黑夜半夜的 你在这儿不害怕啊 你是在跟我说话 就咱们俩人 我不是跟你跟谁说话 我 我 我要回家 我就住在这里 你 你 不要 我知道你住这儿 你跟我走 我有的是钱哪 你放开我 你走吧 你不放开我 叫人了你 放开我 黑夜半夜的谁听得见哪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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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走啊 走啊 放开我 这儿干什么 不是 我 我哪儿 滚 滚 滚 这儿滚 滚到滚 小白 吓死你了吧 快进去 小白 走啊 快走啊 快跑啊 我还好啦 没关系的 我待会儿还要赶回去欸 这是明天晚上到南京的车票 你要好好地收这儿 这一路上要千万当心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要露面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下辈子 谢谢 只要你们平安地离开这里 你就很安心了 那傅家还有什么动静 他们除了干昭节 还能有什么动静呢 时候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一路上要小心啊 他还好吧 很好 帮我跟他说 我好想念他 我还走了 再见 再见 快进去吧 说明天看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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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到哪儿玩去 到 昨年哪 你就实话实说了吧 你坐坐坐 你们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亲家 你放心好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 这 你不欢迎啊 欢迎 当然欢迎 所谓无风不起了 可我就想不通 这么大个报社 怎么会无中生有欺骗同志 哎 亲家 这个报社的记者啊 这这这他们都喜欢这个无中生有 不 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好了 哎 对对对 老胡啊 你去关照厨房 今天亲家来了 好好准备几样可口的小菜 我要陪亲家多喝一杯 是 老爷 哎 千万不要叫李维出来 好 好 来 李维回来了 没有 没有 他 他们的小两口 刚结婚玩得很愉快 怎么会这么早回来呢 好 那你刚才 哎 哎 你你你你你坐着等 慢慢等 慢慢等 来 裙子 哎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我 我开什么玩笑 李维不是回来了吗 啊 爸爸 哎 这 这李维 你跟这个 秦琳俩玩得很愉快吧 秦琳 秦琳回来了 哎 你们不是刚才一块出去玩的吗 哎 我 爸爸我我正在到处找他呀 哎 找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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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他 他是这样 他们大概是在这个玩游戏呢 哎 快快快 去去去去去去去 把秦琳找过来 快去 快去啊 哎呀 去啊 哎呀 就呢 不眠哪 纸里的包不住火 亲家 这报纸上登的全是真的 什么 没事 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吗 好 秦玲是我们的媳妇 可是也是庆家的女儿 我们这样瞒着她算什么呢 再说一遍 我知道 你是怕庆家要回这个聘金 跟你翻脸 可是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我 我们也不能太自私了 傅少年 亲家 你不要生气 现在我已经 叫全上海的探员出动 去找她 我上面还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我早就听说 你儿子立威跟我女儿结婚 为的是我们家的财产 我真没想到你 你这么自私卑鄙 我 我 我夫 您不要责备我父亲 那 曲秦玲 是我的主力 少说废话 少说你女儿来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这宝上说 你的贫富绑着了她 你还不知道 不不 你不可以这样说 玉山姐 你有听 她 她 她叫得多亲日 这宝中 她 她 你 快 回去 夫妻姐 行 你给我听着 限里三天交出我的女儿来 否则的话 否则 你要怎么样呢 我要讨回我女儿全部的嫁妆 然后到法院控告你跟你儿子 通过我的财产 亲家 亲家 不要生气 有话可以慢慢地讲话 等你还了我的女儿 再跟你说好话 来 我负责还你的女儿 而且是法夫无损 你知道我女儿在哪儿 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据我的判断呢 她可能就在附近 而且是生活得很好 小小 你是傅昨年的朋友 愿不着替她说话 我现在到法院去 等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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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年啊 这该怎么办呢 亲家变成冤家 要是闹出去 也不好看 我知道 对了 历生兄 刚才你说 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你你你你无论如何想办法 帮帮我的忙啊 嗯 小姐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我怎么会跟你说假话 是是是 你 咱们是多年老朋友 而且你是我孩子的证婚人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才行啊 对了 历维呢 哎呀 他成天呢 闷在家里 这里这两天心情不好 他一直闷在屋里不肯出来 嗯 嗯 对了 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事情 反常 哎哎哎 最近呢 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有点反常 我是说 他最近的生活起居 有没有什么地方跟往常不一样 这个 我倒没有注意到 啊 我想起来了 最近历维啊 他胃口非常好 每顿呢 要吃三大碗饭 而且他关掉老虎啊 要送到他房间里去 什么 杨秦玲的父亲 现女在三天之内交出杨秦玲 否则 要退还聘金 还要控告你们 他这个人是说得到做得到 如此一来我们富家就完了 有想到事情会演变得这么严重 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并没有绑架杨秦玲 会是谁把他给带走的 我现在心里烦得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实在担心你的父亲 也许我应该出名 向他 向坛长报告清楚 否则的话 杨秦玲的父亲 永远不会谅解你 好 宇山姐 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傻事 探长已经布下了通缉链 一旦发现了秦玲的尸首 你真是跳得黄河都洗不清楚啊 是 总能这样躲躲藏藏的过一辈子 好 宇山姐 你不要急 我来想办法 宇山姐 你要坚强一点 你不是让我一向坚强吗 好 宇山姐 我到头一次看你哭 泪珠挂在你脸上她挺可爱的 嗯 在取笑吗 没有 宇山姐 我怎么会取笑你呢 你现在更像女孩子了 我也更像男人了 既然这些事情 我想我们都会成熟一点 谁 谁 呃我 乔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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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你最近胃口很好啊 怎么两双碗筷啊 这老胡多拿了一份 是是是 乔丽生 您饿了吧 一块吃饭 一块吃饭 乔丽 off 要是我吃了呢 有一个人会要挨饿的 不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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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对了 吕丽葳 我是来告诉你们一声啊 这个 嗯嗯 我是要来告诉你们一件事 嗯 哦我们 这 这只有我一个人 哦一个人也好啊 你转告那黄小姐 叫她呢 就不要担心 我最迟明天呢 就可以找到你那新娘子 您知道秦龄在什么地方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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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好了 你麻烦吃 不打搅你们了 下时候再见 再见 看样子 赛先生知道我躲在你这儿 你不要胡说了 也不要瞎猜 夏叔叔 她说她知道秦龄现在在哪儿了 关于这一点 我倒非常相信她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在这种环境之下 也还能做到可口菜 嗯 我去西门遗租了 来 来 再多吃一点 好 秦龄 我就有话要问 什么话 你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地跟着我 我 是吗 先不要答应 我还有话说 建徽 你怎么了 今天晚上 我们要离开上海 到东北去 跟我过过日子 气寒迪斗的 土匪有多 不但要跟天真 还要跟环境真 在那边生命不值钱 所以才有我被枪杀的传闻 我愿意 你还不知道那里有多苦 虽然我开明 可是那边 我愿意 我愿意 秦龄 快吃吧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哦 好 你跟 傅里薇的婚姻怎么办 离婚呢 离婚 我预备到了东北之后 就写信给他们解释 爸爸从天 他赞成我跟你来话 他说你是穷小子 不过我相信 他现在会答应的 但也如此 你不知道 明天在婚礼上 我看到了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 尤其是 当你递纸条给我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 就算是跟你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去 这下子 你可甩不掉我了吧 秦龄 妈妈 查到没有 是一家大饭店 那么这个收费账单啊 你 多跑几家我们看看 对 有消息就告诉我 好 华哥 现在不是追求女朋友的时间吗 怎么跑回来了 我追不上 我体力不够 早就跟你说 要追呢 追个做办公室的小姐 你追这个运动健将 你这么跑得上 追得多更 我 我这叫自不量力 好 好 我腿呀 张妈 张妈 李莎 你 你的头疼怎么样 我 我的药你还管用吗 好多了 张妈 张妈 哎呀叫叫叫叫 叫什么叫啊 张妈 我想有点事我麻烦你 没 没好事 今晚上我想请几个朋友到这儿来吃便饭 对不起 吃便饭哪 请你到饭馆去吃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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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我的事儿吧 去请几个客人哪啊 本来啊我是想请华克跟他女朋友 现在我看是 我没办法追得上他 连探长我看一共是七个人 七个人哪 没问题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包在我身上啊 谢谢你啊 李生 你要请哪些人哪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对了 那个傅家媳妇失踪的案子 你办得怎么样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揭晓 什么 今天晚上 上海市上千个探员 都在找那个傅家的媳妇 跟那个黄玉珊 你 你说今天晚上就揭晓了 你到哪儿去找他们呢 哪儿包我身 找到了 什么 我不再回护江大饭店 黄振辉已经把那个留下地址 说是要交给一个叫小梅的 已经交给小梅了 你 你 那个小梅就是 秦龄的陪家丫头吗 对对对 你要继续追啊 好 那那那那那 好 那你等我 我马上就来 那个小梅啊 一定是那个姓黄的内婴 你要上哪儿去啊 找那个姓傅的媳妇 哎哎 你有线索了 目前还不能确定 不过 那个姓林啊 一定是跟那个 丢礼服到湖里去那个姓黄的在一起 是私奔 是逃婚 还是绑架 现在还不能了解 我告诉你 那个丢礼服到湖里去那个人 你说那个姓黄的 我知道她家住哪里 你知道 我可以带你去 走 哎哎 不要忙 不要忙 费 一定 麻烦你回去告诉夏叔叔 我们准时赴约 一定来 谢谢谢谢 夏叔叔 不愧是上海市鼎鼎大名的侦探 他知道你跟我的关系 除了我这儿以外 你没有地方可以投靠 那今天晚上约会要不要去呢 当然要去了 夏叔叔说 今天晚上可以真相大白 难道他已经找到秦林了吗 秦林 啊 你看看 少什么东西没有 好 好 可以了 哦 那是谁啊 你别慌 可能找错门的 我去看看你 你已经见到到屋里去 好 小心点 好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 哎呀 好個門關 來… 什麼事 紅頭阿塞 我 Ч斯蒙他就��棕 我到哪兒他當我哪兒 他是鬼鬼祥祥 我是清荒之類 我沒有老死人 走…興大... 好像… 姐姐,你覺得怎麼樣 哎呦,她最后为了,为了顶房屋啊 还顶你啊? 哎呦,她睡都睡不着,还记着,哎呦,睡不着 哎呦,那老太太,你没有装起胆子来问她 到底想干什么? 是的啊,我就想啊,这个女的嘛,人心不哭啊 像这个样子,这个有车有老的老太太嘛 她总不记得没人要杀咯 我就问她,哎,你干什么东西啊? 你为什么老呈老婆啊?你知道她怎么讲啊? 她怎么说? 她说老的,哎呦,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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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什么东西,我绝对 не懂得不一声 你们听什么呢? 哎呦,不了啊,哎呦 哎呦,哎呦 老太太,你先坐坐,喝口水,歇歇脚 要他来的话,我来对付他 哎呦,我没错吧,我没错吧 哎呦,你这好人啊,好人又好保住啊 哪兒呢, 哪兒呢 不好, 怎麼收到頭了 不好, 等一下, 我要躲到頭了 老太太, 這裡 別這麼躲, 她又來了 清零, 清零 趙輝, 我都聽到了 老太太, 您跟我進來躲躲吧 小心點 我先躲一躲 我躲一躲 來了 幹什麼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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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 你說什麼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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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 這不能幹什麼 什麼, 你會說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 我怎麼不會說中國話呢 老婆, 你話都來瞎騙我 今天不做實話了, 由你好看 夏大人呢 這不能幹什麼 你先放下, 這是誤會 你是夏大人想來幫我們的忙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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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你們的事情 不說, 我也知道一點 你不就是那個, 證婚人嗎 對, 我們不是在這個, 結婚的時候 見過面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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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介紹 這是我的助手, 華科醫生 你好 家裡, 媽裡 你們怎麼找得我的呀 這是他的功勞 為了你們的事情 我想, 為了你們自己的好處 你們要聽我 來 我來, 好在那 來, 來, 請進, 請進, 請進 律師, 你在玩什麼把戲 哦, 是不是找不著 要黃小姐跟楊小姐 擺下這桌酒席 來向我投降啊 哈哈, 等一下你就明白了 哦, 哈哈 畢生, 不過你就有這點優點 該認錯的師父, 就認錯呀 哎, 探長, 立生是從來不認錯啊 總共有第一次吧 我已經派人去 調查那個黃小姐 根據那個賬單 很快就會得到消息 另外嘛 我想, 黃小姐一定會找那個福利維 很快也會有消息 哎, 立生啊 你有沒有想到這點 我, 我比你早想到這點 哦 哎 哈哈哈哈 好啊 你跟我 探長 我們今天不是來吃飯嗎 下姐 你別衝動啊 你看誰來了 楊小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我來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楊秦林小姐,這位是黃振潤先生,楊小姐以前的男朋友,她在東北開跨,是位工程師。 來,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坐,來,坐坐坐,來,坐坐坐。 這位是楊小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探長,待會你就知道了,試試試。來,邊吃便兩,邊吃便兩,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